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集是第一集的重奪載役 因為我們之前一段時間 因為停了沒有做 我們接下來會一年做8集 我們今次第一集主要是想說 近來的退寶機制 因為我們這個重奪載役系列 也是想放回一些最近時事的頁面話題上 其實講起這個替補機制 其實因為政府在5月中之後 就趁著這個公投即是一周年的紀念之後 就說了要取消以前的補選 然後就用一個新的替代方案 就擺出來 就打算在7月的時候 即7月13日就想三讀去通過 期間是完全不會作任何公開的諮詢 純粹是給市民去立法會表達一下 表達一下意見這樣的算數 其實我們見到5月的時候 其實所謂的文憤其實都不是特別大的 大家好像只有一個資字這樣的算數 但是接著我們見到近幾個星期 就開始有很多不同的組織 都有很多不同的反對聲音 那究竟我們作為左翼有一 和我們這些年輕的朋友 是怎樣看這件事呢 不如我們現在就分析一下 究竟這個政府原本的替代方案 和他剛剛前兩天新修訂的方案 其實是有甚麼問題 即是對我們未來的選舉有甚麼影響呢 那不如我們讓左手邊的那位歐樂軒先生去說一說 對 我要先介紹一下我們的嘉賓 真的忘記了 這位就是歐樂軒 他是最熱的成員 這位就是Fianne 他就是我們社工學聯的同學 亦都是今次一個青年反締補聯席的成員 最近那位就是楊繼昌的先生 他就是一些活躍的社運分子 不如我們等阿樂軒先生 就說一說我們替寶機制有甚麼問題 大家好 我們都叫做我和黃永志 都是左翼二一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很多一有這個替寶機制出來的時候 不單止我們聯題 其實社會各界 都是有很多的爭議出來的 起碼最初的時候 大律師公會亦都出了一份聲明 亦都不斷地出聲明 來講其實是違反基本法 所有立法會議員 都是要由選舉產生這個條例的 那我其實都聽譯 這個林瑞麟 都不是很明白他怎樣辯解 原來我們這個新的替寶機制不選舉 都是符合基本法 這個話我都不太聽得懂 去到今天 我們今天其實就是星期三 就是29號 亦都出了一群年輕的學人的一份 全部的聯署 亦都是反對一個替寶機制 雖然不知為何會叫做年輕 因為裏面都有腦有亂 但是可以見到社會各界 整個對於整個替寶機制 其實是很有保留的 當然我們最基本的 為什麼會覺得這麼有保留 其實是有這麼大的反響 就是說 你一個選舉的制度 你沒有理由是變就變的 其實你每逢其他 無論世界上什麼國家都好 當你來說去改變一個選舉制度 好像最近英國來說 應不應該改這個單議席 單票制 社會上是經過很多的諮詢 還有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到最後其實都很難達到共識 那你既然一個 就是關乎於每個人的投票權利 的一個這樣的制度 那到今時今日 政府可以告訴你 就是說我不需要諮詢你們了 你立法會 我們公聽會 已經叫過了團體來講話 那拜託你7月13日 快快手手過去就好了 那不僅僅 他見到我們社會 其實有很多的反對聲音 最近這兩天 終於肯改變制度 就說我們都是接受 你同一名單退保 你會不會覺得很野氣 就是說 一個這麼關乎一個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 其實是可以隨便來變的 即使去到現在轉變了制度 其實他都是沒有消除到 如果我們是由一個 如果我整條名單只有一個人的時候 如果他是辭職 或者是因為什麼原因出缺 都是容許一個敗保 即是一個本輪落敗過他 遲等過他拿的票數 的一個候選人 都可以照樣 然後把他提供上去成為一個議員 我們就覺得 其實這件事是非常方暴 不知道兩位怎樣看 分析一下這個 替補機制的問題 或者他本身的漏洞 阿昌你自己怎樣看 我覺得是 其實整個機制發生的過程 由提出到現在為止 很多 我收到更多音樂論 現在有報紙的寫明說 林瑞倫想做政府司司長 所以就出格 去拼命去宣傳去推銷 另一方面就是 有些學者朋友跟我說 其實一旦出來寫整件事 即是那派政府自己 都非常清楚整件事 是多麼硬膠的 所以就 在一開始的時候 學者的反應 的確是需要用他們的聲音 就是聯署已經反對 即是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 政府已經有消息人士 去接觸他們 就說如果我們改成這樣 現在這一刻 所謂的讓步或者修補 即是同一個名單提補 你們會否修補 如果在那時候 他們已經遇見到 政府已經遇見到 是一個這樣的讓步的時候 整件事就很調整 即是說原來整齊劇的劇本 是這麼寫的 首先是擁有一個最瘋的人 即是當年葉劉 現在是林瑞麟 出來就用最極端的言詞 或者是最醜陋的 形容上的方式去表達 政府要做這件事 現在是去到大家 開始撩起了的時候 其實這幾天都是很主力 其實所謂的民意的轉向 其實我相信 民意不會怎麼轉向 純粹就是傳媒 本身的交易設計 即是蘋果東方都開始 加入放在頭版上 罵不將這個封之戀 或者封之分辨 放在頭版的時候 那感覺就好像 民意出來了 但其實民意一直 即是如果我 上個星期 在街頭 在旺角街頭 派傳單都好 即是港體部機制 這件事的話 反應是很差的 即是市民 即是你買單車 即是我的感覺 其實整件事是很差的 即是整件事是 因為那件事是非常不切身 所以現在政府的計算 如果根據陰謀論 推進來 其實這招 他們一早已經預算 即是推到盡 然後大家讓一步 就可以順勢地達到 他們的政治目的 那政治目的是什麼 當然是完成了阿爺派下來的任務 就是堵塞了這個 補選的所謂的漏洞 而不再可以有這個 所謂的五區公投發生 因為其實現在不止五區公投 因為這件事 阿爺是突然醒水 觸蟲 你和民主黨 和民主黨 不要啊 你出去說 你想說什麼 通過了這個 所謂的政改方案之後 現在是 大家要知道 政改方案本身 所謂的五個超級區議員 因為要保障民建聯 有當選的關係 不可以分開五區選 因為分開五區選 很容易就變成單議席單票制 任何一區 如果根據一席的投票習慣 如果投民主派人 多於投民主派人 多於投民主派人 多於六四比率 其實我不相信 可能多一點 五對四五 民建聯都會出事 五區都會輸 所以一定要畫一個 全港單一選區 用比例代表制的方法 就像梁美芬 這班車邊 最後都可以有機會 進去選 做代表區議會的 功能組別 超級區議員 問題是 如果單一選區 去做選舉的時候 一個人辭職 便足夠啟動一個公投 所以急急腳 阿爺發覺 跟民主黨談完後 通過了一個方案 有一個漏洞之後 立即要下單 給曾蔭權 但我們要留意 我們經常說阿爺 做事或北京做事 其實阿爺是甚麼 北京是甚麼 你問我 我不相信 去年 胡錦濤、溫家寶 在最高的政治局決策中 他願意 在臨時臨急 最後通過政改一刻 願意接受民主黨 政改方案的時候 他們的思維 如果我們從道理上說 他們的思維 不應該會這樣 直接的命令 叫曾蔭權 或者叫林瑞良 是這樣的選擇 所以就算他們真的想說 如果我們對我的文書說 他不一定不是這樣的 在臉上貼金的時候 阿溫爺爺不會這樣對我們香港人的時候 他也不會出來說 我真的要這樣做 所以 我們可以有個說法 其實那些阿爺本身 你知道北京不是很快 尤其是我們面對 事序來講 2012年 是共產黨的十八大 換屆 所以會不會是有一些 複數的阿爺 在不同的崗位上面 曾蔭權上完北京也好 甚至去完中聯辦之後也好 你就聽到一些命令 你知道阿爺的命令 是很不實在的 你要想辦法搞搞他 但怎樣搞搞他 不知道 我們一位圖勝的才子 經常都用一個比例 可能阿爺叫你通條屎渠 理論上我們通屎渠 就用廁所泵泵兩下 然後便能通到 不是 阿爺叫你搞搞他 但沒有公式使用廁所泵 然後曾蔭權用什麼通屎渠 扔炸彈進去 炸彈進去炸彈 這就是現在的情況和局面 所以 我們做運動的時候 我想跟公眾說服的時候 首先要想想政治形勢是怎樣 第二就是講到道理上 道理很簡單 大家剛才也說過 現在的問題就是 首先他入屋搶東西 已經是一個罪惡 一定是一個罪惡 無論他搶什麼也好 問題現在就是 他好像搶你一些不關重要的東西 大家覺得到街上買就算了 好像現在 他只是搶你的暖風機 大天時大家不覺需要用暖風機 香港也不能用暖風機 用幾天 但是 如果你真的在香港動了幾天 你沒有一個暖風機 你就會覺得很辛苦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他今天 能夠入屋搶你的暖風機的話 明天入屋就可以搶你的甲蠻 但其實人們都不知道 如果按照你的說法 人們都不知道 中央政府原來是 入屋搶了這麼重要的東西 正如市民 對於投票的事情 都不太清楚 也不在意 但是 我們不如問一下 Vianne 為何 例如說前幾天開始 有一個青年的 反體部聯席出現了 其實如果是 講學生的群 是怎樣看這件事 會不會是不撤身 或是怎樣的呢 我們反體部青年聯席 主要是社工學聯 做了召集人 接著也邀請了學聯 還有其他的八間院校 很多的大支院校參與 接著他們的學生會 甚至是 現在也有 街工青年組 左翼青年組 他是越來越多群體六戰加入 我們是認為 政府這個反體部份案 完全是沒有理過 我們想要的東西 一直都說我們要推行民主 但是他在這方面 首先他完全不諮詢 出現這個制度的時候 他甚至想一個月裏 三讀通過這件事 無色無色地蓋過了 接著他還要是 在這部機制之下 我們看到 我們投票的人 不管他什麽原因離開了 他的職位 是跟回之前的名單 直接去補上 我們是控制不到 補上那個人 究竟他是什麽背景 他的政綱是否我們想要的 這完全是 我們扭曲了我們想要的東西 是濫用了我們當初的投票權 他是剝削我們公民的投票權 我們是認為公民的投票權 是我們公民的權利 亦是說我們的人權 我們一個天賦出來 我們香港人應該有的一個權利 但是他在剝削我們 所以就越來越多的大專生 亦都覺得這件事是 逐漸地把香港人的人權 和公民權利在剝削 我們是不能見到這個社會 是倒退的去發展 還有另一方面就是 說 其實 例如說 青年聯席成立之後 有什麽行動 例如說 今天也好像有些行動出來 是 我們前幾天 昨天的時候 已經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在那裏邀請了我們聯席的機構 組織一起過來 他們都有代表發言 說他們對於這件事怎樣看 完了之後 其實昨天他們也有去到旺角 去到擺街站那裏收集市民的簽名 今天早上我們也有去立法會 那裏 大交我們的請願信 我們有準備了一些神秀卡的道具 神秀卡是高燈的 是 是高燈出來的 就是拿來諷刺局長那些 是 那隻雞仔 然後 像我雞 大家都好 都是上款高燈 人人 我說我沒有什麼上 好 好 也有的 好 接著就在立法會門口 我們有請願 我們亦都有 想遞給那些官員 叫他們接收 還有希望有些人 可以幫我們手 帶進去立法會那裏 在討論的時候 可以帶出來 其實應該如果是擺街站的時候 昨天就 你們應該除了擺在旺角 我想下五個時間 應該都放在立法會 那裏應該有三千個簽名 大概都可以 這麼多嗎 那裏把鄉新來到 通常你叫他簽什麼 他都會支持 頂雞蛋 但他可能會問你 你知不支持潛建 或者你知不喜歡拆潛建 鄉新的阿叔 你說支持他們的簽名 是可以的 這也是一個成功的抗爭模式 告訴我們 我們應該要怎樣做 如果我們是社運界的朋友 新界王宿起義的公職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警察看到他多和閃 平時七一或者六四的時候 至少六四當晚叫我們繞個大圈 他也沒有叫鄉新繞個大圈 才能進到社群花園 所以這件事很值得去學習 不過說回正經 其實我想 現在我們都做很多事 去說服和動員群眾 我想七一是一個大的戰場 但是在我來說 我個人的經驗 不知道我們在旺角街站 那個反應是怎樣 我覺得不是很樂觀 大家怎麼看 那天首先下雨 跟著我們本來也是預計 那個記招是在街上的 所以我打算我們當時在街上 開了那個記招 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圖人注意 但是很可惜下雨的關係 所以我們移回去 在學聯內部 跟著那天真的下了很大的雨 所以那天我想在街的人 都不是太多 少了事事宣傳那部 其實我反而關注的是 就是作為一個社會行動者 就是來去把一些訊息 告訴市民知道 即是說 替補記者 這件事其實是很不得的 很荒謬的 我反而比較關注內容 究竟其實是想說些什麼訊息 因為我剛剛聽到 其實是有幾個訊息 剛剛其實阿昌說的一件事 我覺得其實是值得去探究下去 就是說究竟 究竟今次整個替補機制 由本來的敗者替補的方案 去到同一名單的替補 整個過程裏面 其實是不是一個劇本來的呢 例如說 而那個劇本後面 其實是否可能是有阿爺去操縱呢 那這件事其實是 究竟信不信是不是劇本 這件事其實是一個方向 另一個方向就是 我們現在經常去說 整個制度 整個系統的不合理性 就是說 我們依然都是繼續跟市民說 你找一個輸了的人去看報 這件事本身就是方法的 定環是其實 我剛剛聽到Vianne 其實有第三件事 就是說 我一個投票的人 想表達什麼民意 因為 敗者替補為何有問題的說法 成立就是 因為 我本來其實是 我投長毛的 我其實是希望議會多一分抗爭聲音 但誰知道被人剃補了 終於有一天 剃補了民意聯絡上來 你完全是一種對於民意的背叛 你完全是這件事是你不能夠接受的 其實是希望講些什麼訊息 我想其實剛才提到陰謀論 或者背後的劇本論 我們想指出一點 就是跟公眾說 如果 大家很明顯 留意新聞的時候 為什麼 政府 仗著誰的勢 當然是北京 很多人就會 生出一種無力感 就是說 阿爺 去 下命令的時候 我們 有什麼能力去改變呢 首先 要先打破 改變不了這種無力感 第一 首先 阿爺 就告訴你 阿爺 也未必等於那個阿爺 我們有很多個阿爺 而且阿爺的決定 其實會常常變 去年 就是去年政改方案的例子 突然之間 他也會改變了 所以 這件事 第一件事 是需要有 可以有選機 如果走出來 我們有一個往直的支持 就是03年 說到03年 其實 這就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們 其實這件事 對於香港人來說 或者對於爭取民主的香港人來說 這件事 是一次 就是 歷史重演 而這次歷史重演 本身 亦都是對爭取民主的人 或者爭取民主的運動人 一次應該很深切的反思 以及一次很深切的 甚至是一種懲罰都不為過 為什麼呢 就是這個局勢 我們怎麼可以推倒整件事 推倒 因為 建基於政府為什麼這麼把炮 在7月13日通過 因為他數九條 跟當年23條一樣 都是過半數 就在投票通過 而港當年 所以抓到就是有人 中途變節 就是建制派的人 自由黨的人 自己抓隊 然後 賭歌雙向 今時今日也是一樣 我們要求一些 我們一直在鞭撻的功能組別 那些獨立的建制派的人 突然之間良心發現 去變節才可以推到這個方案 其實本身就是告訴他們 這八年來 一直都沒有改變議會的不合理制度 所以我們都要求一些 我們平時不應該不想求的人 就是那些功能組別的人 突然之間要他們良心發現 去推倒一個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這就是你剛才所說的制度 本身 就是因為制度 如果不是今次 如果我們已經在這八年很努力地 在雙普選上去做功夫 我們不知道下一次 我們又要是七一 是多少年 要走多少年出來 才可以改變到 這些再來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我有一點補充 其實除了是認有制度的問題 我會覺得整個 我剛才說的劇本 我有些懷疑 是否是一個新的制度形成 即是怎樣 為什麼會說新的制度 就是說 政改 甚至是財政預算案 由派發六千元本來 其實是派到你的強制金戶口 去到現在現兜兜 派給你 去到今天的這個 就是替暴機制 其實三樣東西 你見到政府 現在開始 其實是玩的一個邏輯 就是說 一開始給你一個方案 擺明他就是 人人都不喜歡的 還有人人都打算罵他 然後他就全都打算罵他 然後他就給你 罵他你們任罵 我其實已經數夠票了 然後去到中途 等你們的人 好像是消磨了你們的精靈 來罵這個最初的方案 集中所有的火力下去 然後無緣無故就立即退讓 立即來給一個新的方案 這個方案好像比較合理 來分化民意 因為有些民意 始終一定 社會上一定有些聲音 就是會覺得 政府都養了一部 不如接納去吧 其實 人之常常常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反而這種新的制度 我才是比較憂慮 就是說 是不是應該要盡力去批評 你去提出一個制度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要從一而中 你不是說變又變 你甚至是不應該這樣來玩弄 其實一直以來 在任何政治地方 例如專制的地方 有自己專制的 宣傳 就算是民主的地方 我們也聽到有 spin doctor 這些一直是 文明社會需要應付到 現代社會 我們如果緊張自己的公民權利 一定是需要 不斷地應付狀況 但問題就是 我們要想想 究竟我們要說服群眾 或者我們需要動員的群眾 本身 他們的本質是怎樣 例如我們這班 甚至在大學中 也有一個縮影 你看到 我們看新聞的人 其實不需要太多的 需要邏輯 或者知道內容的細節 你都已經會有一個立場 因為本身整件事 不要說 你拿德國的例子 什麼例子 亂說 你本身整件事 你這個立法的程序 兩個月之內 首讀二讀三讀通過 本身是一件事無前有的事 已經影響了整個法治觀念 你以前不是這樣立法的 你若然這樣立法的話 這樣就已經不同了 所以你一個不同的程序的時候 當然 我們要指出跟以前的不同 但是 我們是需要去令 我們除了這班政治活躍的人 或者政治參與度高的人 了解之後 我們永遠就是動員 中間的香港人 是要去參與 才能動搖到現在的體制 或者改變到他們的體制的力量 這件事我覺得 是更加需要 再回來 是的 我們等一下就討論一下 我們怎樣 動員這個群眾 以及反昇一下 究竟上年的五區功效 究竟有沒有 盡到這一部分 即是 有沒有做得到這一部分的 對 這樣的功效 好 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新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好 回到我們的節目 不如現在的環節 我們就由了現在的朋友來分析一下 究竟我們現在的新體驗機制 究竟我們現在的左翼 應該怎樣去分析 對了 其實剛剛休息的時候 都略略提過 所謂用一個比較左翼的觀念 來看議會的話 當然其實最基本的說法 就是希望儘量超越議會 在人民當家作主 而其實按照整個思路想 最基本的一些想法 就是一個議員 其實不應該太過有一個精英的心態 他應該儘量整個理想的制度 或者整個設置 其實應該儘量給人民 可以影響到議員 而不是由一個議員 可以說完事 或者是透過自己擁有的一些權力 隨便去改變一些事情 所以如果去看整個 今次的替補機制 來講的話 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其實甚至我可以大膽地去講 就是說 德國現在去講同一個名單替補 其實也未必是一個這麼理想的制度 為什麼呢 因為你去講德國的制度 就是說 我不需要你補選的一個議員 辭職或者有任何原因來出決 其實變相就是可以給到一個現任的議員 例如說我可以隨便去把議席給後面的人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說 如果我就算出決的時候 人民其實是沒有辦法 有任何權利 就是說我透過自己重新授權的過程 來給一個議員 來選擇自己一個 希望代表自己的聲音 進入議會 所以其實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應該盡量在一個合理情況下 是應該要保留這個補選的機制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其實過了一段時間 例如說08年立法宇宣之後 其實每個幾年之後 其實原本在名單上面排第二三位的議員 其實可能已經不是那個政黨 甚至他的立場已經轉了 在那個時候 如果我們再用回原本08年的名單的話 其實很可能 那個立場是差天共地都不出奇 其實已經不少的 例如說08年的時候 公民黨說到他 容永常他都已經退黨了 如果沒有記錯好像是 其實他的立場變了的時候 其實根本就要重新人民的授權 在當時的社會 context底下 才是合適的 很簡單 你一個選舉的權利 如果與日推爭的時候 尤其是基本法說明 循序漸進達至普選 所以如果你要去普選的話 我們有關選舉權利 一定是一樣一樣的加多 他現在就是 本身一樣有的東西 他將你拿走了 不是循序漸進 而是循序漸退 這就是最關鍵 我相信和左翼的觀點是謀合的 就是你希望 人民的選舉權 或者透過選舉 其實就是當家作主 那種自治 自理的公民權利 應該是越來越多的 所以如果 就算是 改變選舉制度的話 你一定要經過民眾的同意 當你由多的權利 減少的時候 我們明白一個很實在的理由 就是一個國家 如果議會的議席 去到百多席的時候 即超過一百十二百席的時候 你每次都要補選的話 實際上來說是有問題的 所以才有這樣的方法 但是香港只有六十席 你加多十席 只是七十席 甚至其他一些 行比例代表制的國家 例如有例子 愛爾蘭 其實愛爾蘭人口也分中少 你看見他們的人口比例 就是行保選的條例 這是很實在 很簡單的一個基數問題 所以 引例子來說 政府來說 你和它講道理 到現在都不重要 根本就是 現在就在說群眾 是怎樣令到人民需要走出來 剛才你第一次的時候 就說到 其實整個局是一個中央的設定 你會覺得 因為中央其實是怕你這個 可能變相公投下一次再出現 即是因為接下來 可能之後區議員 有這個法律的位置 去再補選全港 去補選的話 其實為什麼中央會怕你這個 變相公投 因為我們看回去年的例子 其實17%的投票率其實不太高 還有我們再反思公投之後 其實我們整個香港的 那個意識有沒有提高度 其實你怎樣衡量這一方面 即群眾運動 怎樣去令到那個 即政權會害怕 或者會令到現在的制度轉變 其實你問我其實我覺得中央 或者北京 或者洛克打那些阿爺 他們沒有那麼多心思宿慮 即是純粹 他們用一個維穩的心態 總之不要出亂子 分分鐘我們的解釋 解釋給他們聽 解釋給他們聽 不要以為補選 還深入過他們 即是他們說 原來真的不能有補選 他們最初想說 現在周圍都是無理化革命 周圍都是怕人維權 所以總之什麼都壓下去 你總之這個事情有機會 令到香港一亂 和中央添煩添 添亂的話 那就不讓他們實行 但其實 如果我做他的智囊 我當然會講得更加深入的道理 給他們聽 為什麼一定要倒置 原因是現在 首先 你上次17%的投票 其實是基於 我個人來說 基於對個別的候選人的信任 政治從來都是 因為民主政治 尤其是不是說 你選擇那個人的能力 而是說 你首先要信任他 才相信他之後的決責 是代表到我最基本的利益 所以說 當時有部分的候選人 很明顯 雖然他是民主派人 但是 得不到 選民的信任 令到他投票得這麼低 你想想 如果個別的候選人 換了 例如李全明 或者華叔 走出來選的時候 結果當然一定會很不同 所以 這是一個機會 當大家吸取了第一次 所謂公投經驗的教訓 第二次的時候 玩法就可以先進很多 尤其是 如果現在有 所謂的超級區議員 一個人 那個人 能夠令到人信任 那個能力提高的話 其實相對而言 當然補選的情況 投票率是不同的 我們其實也試過兩次補選 投票率 不同日而遇 陳方安生那次 有超過五成五成四五成五成五 很明顯 所以 我想 所謂的阿爺 或者北京 都未能夠感受到 我解釋給他聽 他反而覺得 更加要倒置這個流動 所以 反過來 我就會問 例如同學在大學裏面 在大學裏面 就算不要說說服外面的群眾 大學裏面說服自己 同輩 同志之間 其實你也看到那個分野在這裏 你覺得 對這件事 很憤怒 激於義憤 肯走出來參與行動的人 有多少呢 或者只是說 考頭上表示支持 但是不會作出任何行動的人 有多少呢 或者再極端一些 民建聯那些思維 那些人 你覺得在身處的環境裏面 在大學裏面的環境 有感覺到那個 分配的比例是有多少呢 我會覺得 看到 這個政府的施政 越來越是不會理會市民需要什麽 甚至現在可以看到 他逐步逐步去收集他的政治 市民的政治參與到 這件事是會令到大學生 甚至很多人 越來越去離開這件事 譬如在大學裏面 很多時候 你說一些社會的議題 是民生一點的 也未必會很熱衷地去刮 去回應你 當你一說到政治 他們甚至會覺得 好像不關我事 隔了一重沙 然後政府就會利用 有時又會利用 之前上次五居公投的數據 就在那裏說 現在的人都不支持你們補選 我們應該剪掉它 但其實是說 它完全不會想 問題出在哪裏 是否真的 那麼多人不想去參與 不想去理呢 跟著就是說 譬如我們動員到 真是的 他們就是開始想 在香港 我們可以選擇 代表我們的聲音 這個社會是我們的 但我們覺得 這個政府不是那麼完全可靠 我們是應該好好去 去對我們的投票權 去選一個 我們政綱符合我們需要 跟我們有一個 一樣理念 想有一個 怎樣的理想社會 的議員 來代表我們 但現在就是說 政府經常就是 開始想 留一群是自己的人 然後就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 所以就 用很多不同的東西去了 其實有不少學生 照你觀察來說 其實都是 覺得這件事是 很有可能的 通過就通過 都是這樣 我們認命 那一批都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有時候好像 因為我們另外的 Facebook也是主力的 我們開了帖子 也開了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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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沒有沒有群組 但就看到 不是大家都這麼去回應 但真的回應那批 真的很關心社會 如何發展 是真的外國 覺得 一個國家 或者一個城市的發展 是真的需要人民的參與 因為 我們的市民才是主角 所以那批就真的 會支持民主 因為我 其實這件事 也有一個 引真的問題 就是我不知道 其他三位怎樣想 就是說 現在 其實我們整個社會的 程序有很多社會議題 我們很清楚看到 這幾年 是多了一群 越來越多的人 慢慢捲入去 關心整個政治 整個政治生態 和我們整個香港 究竟應該走去哪裡 那這班人其實是應該 我都覺得是頗有政治覺醒 但是 其實整個社會 我們不要理想 想得很保守很多批 首先 但是起碼都有一群人 其實都是比較冷漠 他們說 有民主嗎 當然好 20123普算 當然好 但是 當他們說 一有這些事情的時候 某程度上 例如說 我們一說 我們要公投 所謂17%的投票率 其實就 代表著 亦都有一群人 可能都是支持民主 但是其實 他們本身 可能都是因為 一些各自各的理由 就覺得 這些投票都是不關我的事 那怎樣來處理這群人呢 其實 不知道大家怎樣 我想要數一數所謂的 民主派基數 從來 一個社會裏面 不會所有社會的人 都會關心社會時事 或者社會事務 而且一定是少於五成 除非當年我們在專制社會 或者我們偉大的祖國 全民都需要參與政治運動的時代 如果普遍西方社會的時候 其實都是民主社會 都不是所有人都關心政治 關心政治 一向都是屬於少數 那 而且 我經驗 例如在街上 看見人 以色形態上 是你的敵人 香港人從來不是 一個可以團結的個體 尤其是 在政制民主普選中 即是在美國 假設 你有共和黨 有民主黨 有保守 有開放 但是 他們同一時間 都是相信 即是支持 至少表面上 是民主自由的價值 和公民權利 但是在香港的分化程度 就是民建聯那群 或者你去到立法會 你和新界那群 鄉新 阿叔 阿嬸 去討論 他們是分分鐘 第一不知 第二跟他們說 亦都不贊成 他們只顧著自己和樓 會被拆 或者政府會不會付錢 這些人 但是最強烈的地方 就是你需要捍衛他們的權利 而是他們正在支持自己 去摧毀自己的公民權 所以要做多一重 所以剩下的 其實就是 我們有一個指標 也是選舉的指標 因為香港的選舉指標 我覺得很值得參考 原因就是 對相對於遊行來說 香港人 原來投票的行為 是更加嚴肅的 是更加 覺得是付出的代價 opportunity cost很大 所以 去年我們經常宣傳公投 王永志本身也是參與其中 叫人叫人口水都乾 就是投一票 有多難呢 是不是 原來對於香港人來說 普遍 甚至 其實我們 再準確一點去定義 對於所謂支持民主的香港人來說 投票的行為 本身是很嚴肅 和對他們來說 是覺得付出很大代價 能夠付出這麼大代價 我們看到最高投票 給民主派那一年 當然是2004年的立法會選舉 但是那時候 我們加上數 那裡其實 總共是120萬票左右 即全香港人 根據那時候 其實現在過了七年 頂多是政府10萬左右 即是說香港能夠動員到 所有人出來支持民主事業 而有所行動的人 就是這120萬人 即是我們就要靠這120萬人 是怎樣去說服他們全走出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們就是剛才你說 政治醒覺的問題 我們會不會更加集中在 另一條路 更加集中在 最活躍的50萬人 就是去年公投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那50萬人都不可以計數 我覺得要減5% 即是投票一個很複雜的行為 即是可能我不支持民主 但因為我是黃泳池 我是黃泳池的孤仆 那我從來不投票 所以她支持 是的 所以她支持她 即是阿嬸 是的 即是減5% 所以就 然後剩下這40萬人 假設最終堅 最肯去行動 那些爭取民主 或者民主運動那些人 我們是否要那些人 是更加是去提高那些人 所謂的政治行動的能量 簡單來說 是否那些人 就是做一些最激的事情 去帶動整個社會 或是蓋過那些沒什麼意見的人 怎樣帶給那些人呢 這就是要想 這就是要想那個選舉策略 不是選舉策略 不是選舉策略 他們走出來反抗政府 那其實 就是 專業的團體 他們相信專業團體 例如相信公民黨那些 帶了 所以我們有大律師公會出來 有了聲明 然後可能 有一些學者 醫生、律師 這些是最傳統的方法 但另一方面 其實我們見到 例如這幾年 我們覺得累積的經驗 究竟這個位置 今時今日這個位置 是否一個值得去 就是所謂曬冷的位置 就是我們經歷過反高鐵 我們再遠一點 就是起貼街 或者是皇后天星的抗爭 我們積累的能量 是否可以能夠 是再進一步 是令到社會覺得 這個改變是值得支持的呢 例如 就是在反高鐵的時候 其實我們說 就是很柔性的 已經是 要那個訴求 例如 就是撫行 這些訴求 可能會扭轉到 就是說 令到那一百二十萬人 是肯出聲 肯出來 就是支持你 其實每一個階段 都有一些 例如反高鐵 再早一點 其實有一些 例如有些行動 行動者 已經開始衝擊 即有一批十多人的人 即年輕的人 即80口 開始帶領一些 比較激進的行動 其實慢慢的 越滾越大 去到反高鐵的時候 就圍著立法會 其實你覺得 如何衡量 現在的階段 有些什麼催化劑 可以把握 或者你有沒有意見 我懷疑 其實是否要 結合一些形勢去看 因為我們 所謂說 運動 是要講一個形勢 因為 例如說 你在整個社會 好像沒有什麼 風平浪靜的時候 你無緣無故叫他出街遊行 其實你很難想像到出街遊行 但其實我們看回 當我們說 最多人出來遊行的 七一大遊行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整個社會 無論在經濟上面 無論在社會的政治議題上面 其實都是處於一個 大家都會覺得 是有很大的危機感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如何分析 現在的情勢究竟是 對比起2003年的時候 究竟其實是否都撐得很遠 我自己又會覺得 其實已經比起當年 雖然都未到當年這麼極端 但其實已經是某程度上 市民對於政府的不信任 是多了很多 而且那種多了很多 是不斷累積的人 另一方面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 有時候 很多人都很碎 我覺得 就是覺得 去到我燒到埋身 我家裡要破產 零三年最重要就是負資產 對 當然 可以體諒 你破產 你還不出來 但是 撇除一些很個人的因素 但我覺得 反而是要給市民 作為一個可以自己行動的人 來看 反而就是盡我們的能力 去跟市民說 其實 所謂 無論你是說體 無論你是說什麼 社會議題都好 其實都是關你的事 而這種關你的事 其實 你如果不去做些事情 你就會 令到一些 你不想見到你的發生 慘在現在 其實我們能夠 動員到支持民主的人 唯一就是 沒有經濟環境的因素 雖然你想不到樓 但是 想案那些是理你的 問題 唯一就是 激於義憤 義憤 能不能夠 令到它 跟行動有個直接的連繫 就是說 我那天 星期一 在蘋果寫了一篇文 所以 現在我們 這是需要一個 政治、倫理、道德 重整的 一個關鍵的階段 現在普選 都沒有了 你影響不到下一屆 特首是怎樣產生的 但是 能夠令到它對民意 有所警惕的話 就是我們 今時今日 能夠 重重地 重挫 曾蔭權 政府的決位 如果不是的話 你以後就 事無忌憚 為何 事無忌憚 我們今天 小學 由小學教我們 或者我們自己一代人 教小學生 一些最基本 做人的價值 不要說政治的價值 做人的價值 這個政府什麼都沒有 我們要求一個政府 說話誠實一點 我們要求他謙虛一點 我們要求他要負責 請問這三個條件 你在林水良身上找不到 全部都是 不只林水良 曾蔭權也好 講僭建的問題 然後曾俊華 胡蘇財政預算案 或者講iProA事件 葛輝事件也好 甚至唐英連 這個 所謂偷報 整網頁也好 我未試過全世界有一個城市 或者國家的公司 如果站在記者的咪 可以發脾氣 不說話 不回答問題 這是極度嚴重的 政治倫理問題 我覺得為何 唐英連到今時今 他的網頁 所謂偷報整網頁 因為現在 這個機制 經常在吵 但這件事 對於一個 所謂從政的人 是一個大的危機 為何他可以 不是 我們現在 希望說服到 我們身邊的人 肯走出來的原因 就是 我們現在做的事 你一定要 是不能夠忍受 你好像 你見到別人排隊 打仗 或者見到 在巴士裏面 沒有一個大招呼 但沒有人讓作 我們需要有一個道德責任 是出聲 如果不出聲的話 其實就縱容他 繼續這樣做下去 這件事 尤其是這件事 林瑞麟給他 我也想著 如何說服那些 建制派的議員 老實說 林瑞麟這次過得到 你們投票 你們就做代罪羔羊 被人扔石頭 扔雞蛋 林瑞麟自己拿去拿威 去邀功 他有盡量 你為何這麼笨 和他 抬拳 還要想想 和香港人說 你覺得 林瑞麟 將來做政務司司長 你會很開心 或者你會很憤氣 一定可以掃出短期的 激於義憤的行為 還有 如果想到 技術一些 或者是 陰謀論一些 其實一定要製造一些 令人 激起義憤的畫面 例如 如果我說 大家 七一遊行的時候 跪在禮賓府門口 就要教到 六點半新聞 直播的時候 我們每個跪在禮賓府門口 警察將我們每個跪在地下的人 再硬抬來牆 這樣便很棒 但當然 如果我叫你們跪 跪在地下的人 你肯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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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何要跪他 大家都是社運人 大家要想 其實這些社運 或者這些策略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很集中一個短期的運動 但這個短期的運動 是否能夠改變這件事 或者整個世態來說 歷史或政治一日都嚴長 就算當年 北約站 當年卡達菲也是一群人 幾十個人 走進皇宮 政變搞定 然後宣佈了 我們政變成功 然後我們是領導人 然後很多時候 民眾都是餓 餓了 接受得到 現在就是有沒有 我們夠不夠膽 去做一件事 陳雲現在在專欄都說 你搞政變 都是那小串人 我們相信 他的判斷是一回事 但這些就是我們要想的問題 你怎樣看 我覺得 當然在很短的時間 可以有很多變化 而作為普通市民 其實很難去主所一切 甚至很容易去改變一些事 但我覺得回歸回去 無論我們剛剛經常說 體部機制 怎樣能夠說給 我們一些 可能都是同路人 只不過是有不同信念的人 的人去說 我會覺得 最重要 其實阿昌剛剛說的一件事 就是 會覺得 最重要是 講到一個最核心的問題 而其實 有某些位置 其實是 人家反而幫助他們 例如我 他在說的時候 我馬上想起 2003年7.1大遊行的時候 就是這個陳監林 民眾被人誤討 類似 其實 我不知道現在有多少幕 一些普通的人 看在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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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會覺得 狠不爽 所以我7天遊行會上街 我也不知道大家 怎樣看 接下來多不多人出來遊行 我覺得 這次應該會頗多 雖然不及03年 但我想這幾年 應該是會累積到 相當的人出來遊行 我們要部署的就是 7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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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樣做 因為重要的是 怎樣把力量轉化成為 制度上的轉變 或者未來的運動力量 好 大家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呼籲一下 7天上架 好 7天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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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